大家好我是Paul 周一到周五英文一起讀 这集我就想说做短短的 我现在有点点想要慢慢调整我们这种内容 因为有的时候会看到大家说 今天这一集资讯量有点大 虽然说我觉得没有 但是我相信学习的人可能就会觉得 好像真的讲了很多东西 所以我有点希望我们可以慢慢调整成 我们一集里面就讲一个 我觉得可能最重要的关键 那顶多两个或许三个 好了不要太多了 总之就是别太多 然后大家可以好好的把那一个两个 三个的概念吸收起来就好了 所以今天我们讲的重点字 就是出现在标题里面 就是perpetuate这个动词 那他的故事是这样子的 他故事是说有一些这个有一个AI的公司 他的这个新创公司就是startup 所以startup就是新创公司 这没问题 那这个公司怎么样了呢 他把所有的客服中心里面的员工们的口音 全部都像橡皮擦一样擦掉了 所以the AI startup erasing call center worker accents is it fighting bias or perpetuating it 他现在提了一个问题 那是我还非常喜欢这个报纸 我顺便提一下一下 这个报纸叫做卫报 The Guardian 那他们的理念 他经营的理念跟我蛮像的 就是他永远不会设置一个paywall 墙壁 付费的墙壁 那在这个墙壁后 你才可以得到更精良的 更了不起的 更棒的资讯 那你要在paywall外面的话 你要想当免费仔的话 那免费仔得到的东西就没有里面的好 那我知道很多现在YouTuber 也用这种方式来经营 你要是我的付费频道会员的话 你有得到什么什么什么 我绝对不会敢重视 这个是我大死不干的 我的频道就是要永远免费给人家看 我没有说人家这样不对 因为总之他们可能要赚钱 但我一直觉得 我创这个频道 经营这个频道的目的 不是来赚大家的钱 我能够从广告中得到一点钱 那我很更开心 但是仅止于此 如果说可以广告 从广告里面赚到很多的钱 那我可能说不定可以升级我的设备 可以干嘛的 甚至我可能可以办一些那种 比赛啊什么干嘛的 督促大家进步英文 例如说我可能设一个奖学金 然后如果说大家可以考到一个什么程度的话 我就发奖金给你 但那个是在我赚到钱之后 从广告中赚到钱之后 在那之前我们就别干这事情 总之我不会设立一个paywall 所以这是我大家可以放心的地方 所以这个Guardian也是一样 所以我常常做他的新闻 所以这边说的这个 好 所以他erase了所有call center 所以call center这个字就是客服 客服中心 尤其是电话客服对不起 我客服中心就是电话客服 还有可能不是电话的吗 所以总之call center 我的小妹妹跟大妹 小妹没有 小妹曾经就在call center 就是银行的call center做过 那后来就不知道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 后来整个call center 是有外包给 就东南亚的一些 或者甚至就印度之类的公司 像我们都知道 外包出去是很常听闻的一件事 事实上这都已经不是新闻了 这是二十几年前的事情了 所以外包这个字我们也学一下 叫做out source ok 外包 so 这些很大的公司 像banking 银行业 或者是科技业 they outsource their customer service to call centers outside of他们这国家的疆界 这样子国家领域 so they outsource it usually to South East Asian countries 所以东南亚的一些国家这样子 菲律宾或什么这些的 好anyway 所以call center可以 out source可以外包 所以他erase掉了call center worker的accent accent这个字就是口音 应该大家是熟悉的 其实他有重音的意思 重的像我们讲在那个音乐里面 尤其是打击乐器 打击乐器叫做percussion 在打击乐器里面 像例如说我随便打一个牌子 给大家听 这个登就是重的部分 重的部分就是accent 所以这个字也很容易变成一个动词 accentuate 就是加强 例如说女生画一些眼影 是为了加强他眼睛的那个深度 所以你用eyeliner 你用eye pencil是为了accentuate the depth of your eyes maybe 可能我不是很会照这样的句子 but anyway accentuate就加强 好所以accent是中音 口音这样子 所以erase掉call center worker的accent 那这到底是不是在打击一些偏见 就是啊你这个印度口音我听的不开心了 所以偏见 还是我们其实是在延续这个偏见 就是哦你既然不喜欢听我的印度口音 那我就把我的口音变成白人 让你听起来开心一点点了 那这样不就是会让那人持续的不喜欢你的印度口音吗 对不对 我们不是应该要去调整他的想法 来让他愿意接受一个事实 就是世界已经改变到 你不得不接受 你打电话去一个客服中心 你就是一定会听到 Hello my name is Alibaba之类的 对不对 所以难道你不应该学着接受 就是教育你的顾客 让他们接受这个事实吗 就是对不起世界已经改变了 你不能期待我打去之后就 Hey my name is William How can I help you 你已经不能期待是一个白人的声音给你听了 那不知道 所以他提了这个问题 Is it fighting bias or perpetuating it 所以perpetuate我们终于要讲到这个字 perpetuate就是让一个东西延续下去 而且重点在于 这是一个不好的 不该继续的东西给它延续下去 有没有什么例子 像这个 所以你把大家的口音弄掉了之后 全部每个人听起来像白人 那你是不是就在让大家对于 这个不喜欢外国口音这件事情就延续下去了 这样子 再多讲几个例子 perpetuate 例如说 假设今天我家闹鬼 然后我就持续的一直跟人家讲说 你知道吗 昨天晚上又听到厨房有动静了之类的 所以我就藉由一直说这些故事 然后延续这一个让大家觉得我家里闹鬼的这件事情 so by telling people that there's always some mysterious supernatural things happening in my house I am perpetuating the idea that I live in a haunted house 我在perpetuate这个idea就是我住在一个闹鬼的屋子里 perpetuate 所以让一个不好的不该继续的事情延续 所以他的英文的翻译叫做to cause something that should be stopped such as a mistaken idea or a bad situation to continue so you cause that thing to continue 这样子 这叫做perpetuate 这个字有一些其他的变化 像例如说perpetual perpetual变形容词 像有一个词叫做perpetual motion 什么概念 刚刚讲的延续 所以perpetual motion会延续性的行动吗 动作吗 没有错像不知道你们看过那种物理上的那种小玩具 几个铁球 然后这样咔咔咔咔 然后永远会这样子 他们两个就这样打来打去永远不会停下来 这样就叫做perpetual motion 永续性的一个动作这样子 然后还有他的另外一个名词的变化 叫做perpetuity 永续性 这个字会出现在哪里 它出现在一些合约里面 像那种剥削人的合约 像例如说 你跟我签个这者 你是我的旗下艺人这样子 然后我的这种剥削性的合约就是 你我跟你之间 你在我的合约中 所拍下的任何照片 都归我的 而且或许我们的合约只会延续10年 所以10年后你不是我的 可是这些照片的所有权却我要永远能够留在 就保留我可以使用 所以就会用到perpetuity这个字 所以the rights to these photos 就它的perpetuity永远在这样子 这个句子我还有一点照不太出来 因为这可能是合约上的字眼的字词 所以可能不是很好造句 可是总是听过这样子 所以在法律的用法上 这个perpetuity就是讲到永续性的概念 好可以了 所以剩下的部分 其实我们看 我想把这文章读一下给同学听 因为我觉得读起来还蛮通顺的 先看一下它下面的小标题 我看能不能把它变这个 可以太好了 所以这里说 Hi good morning I'm calling in from Bangalore India I'm talking on speakerphone to a man with an obvious Indian accent 所以他一开始就说 早安啊 我从Bangalore India打来 所以从印度的这个Bangalore 我刚刚找了一下 他是印度的第三大臣 所以I'm talking on speakerphone speakerphone就是那个扩音 所以顺便多学一个字 你都知道扩音是什么吧 有时候你跟人家讲line的通话 或什么三小的 可能就可以用speakerphone turn on the speakerphone 所以用扩音的 to a man with an obvious Indian accent 所以我跟他这个人在聊天 然后很明显他有一个印度口音 He pauses 他就暂停了一下 Now I have enabled the accent translation He says 所以他就说 我现在已经开启了这个 口音转换器了 Accent translation It's the same person But he sounds completely different 所以人是一样 可是他现在听起来完全不同了 Loud and slightly nasal Impossible to distinguish from the accents of my friends in Brooklyn 所以很大声 而且有那些微的那种鼻腔 有时候讲英文讲的鼻腔会比较重 nasal这个字 而且就完全辨别不出来 从他朋友的布鲁克林的口腔调 就事实上是分不出了 Impossible to distinguish from the accents of my friends in Brooklyn 好听懂 然后接下来这句我觉得也很想讲一下 他是个导壮句 先把它读完给你听 Only after he had spoken a few more sentences Did I notice a hint of the software changing his voice 所以这边是only的开头的句子 然后呢 他接下来说的是一个 After he had spoken a few more sentences 所以这个 这个after这一句 你看我的 你如果有看荧幕的话 我这里写是only后面加一个副词 而这个副词通常不是一个字的副词 它可能是副词的片语 OK 它可能是一个phrase 它也可能是一个副词子句 所以这里的 after he had spoken a few more sentences 就是副词子句 OK 你可以把它看成时间副词子句 应该是什么什么之后 所以要是一个副词子句 或者是副词片语 片语可能就是用介系词加一个名词 所以像例如说 I go to school by bus 那个by bus就是一个副词片语 所以我跟你一起看电影 I went to the movies with you 所以with you也是一个副词片语 因为是介系词加一个名词 所以只要你加的是这种 这种副词的结构的时候 是片语或者是纸句的时候 然后前面夹个only的话 后面就会变成导装 所以这边才会变成 Did I notice 你看怎么会有did 为什么是 这不是个疑问句吗 不是 这个did被放到爱的前面来 因为这是个导装句 所以讲到这样大家听懂了 所以我再把这个句子读一次 就只有 就只有在他又讲了几个句子之后 我才发现到 所以这边有一个那种火柴的感觉 So only after he had spoken a few more sentences Did I notice a hint of the software changing his voice 所以我才注意到 有那么一点点的软体改变 他的这个口音这样子 所以他就把他的technology这个字 竟然就弄出了一个听起来不太自然的一个cadence cadence就是韵律的感觉 OK 这个字也看一下 cadence 节奏韵律 在音乐上好像他是收尾结束的时候 cadence 这个我可能不是很够熟 总之render这个就造成 所以造成了他technology这个字 有一个听起来不太正常的 不太自然的cadence So it rendered the word technology with an unnatural cadence 所以我猜他的 而且他的stress stress在错的syllable上 syllable就音节 所以technology的重音在拿 technology 所以他可能technology technology technology之类的 这样就是错了 这样 所以韵律有点错 然后音节错了 stress 然后重音错了 stress on the wrong syllable still it was hard not to be impressed and disturbed 但是啊 你很难不被这个东西觉得 哇 好屌 而且同一时间觉得 disturbed disturbed我们一般的理解是打扰 像你知道在住旅馆的时候 你可能有个sign 可以挂在你的门把上 do not disturb 不要烦我 对不对 不要进来清房间 可是disturb有的时候就是那种 让你觉得 不太舒服 所以这就是disturb 所以有时候你会看 像我不知道同学看Netflix的时候 他下面有时候会有些介绍 有没有 那因为我装的是英文版的 所以他的介绍 有时候就会说 啊这个东西 heartwarming 这个剧非常暖心 那或者是 comedy 喜剧的 有时候就会有 disturbing 所以这个剧看 你会觉得 哇 不太舒服 disturbing 我最近看了一个叫 Ozark的剧 有兴趣的自己找找看 Ozark 好像翻成什么洗钱圣地 还是黑金圣地 怎么贵的应该跟洗钱有关了 但总之就是 讲的真的就是洗钱 然后里面真的是 要杀人 没有再给你一些 warning的 所以某一些重要角色 下一景突然间 蹦一下头就会慌掉了 然后就 Holy shit So yeah it's disturbing 好 所以disturb这个词 希望多一点点理解 不见得只有翻译成单纯的打扰 所以这里很明显就不是打扰 OK 就他觉得有点不舒服 所以OK So still it was hard not to be impressed and disturbed OK 然后再读一段给 这段有点长 说实在的 而且我觉得会讲很久 这段可能算了 那讲到另外一个 我还是想说一下 对不起 对不起 很抱歉 因为他讲到2018年 有一个黑色喜剧 Dark Comedy 叫做Sorry to bother you 那里面就讲到 有一个黑人的演员 他的名字就是Casius Black man hired to be a telemarketer 特别请来当做电话的推销员 所以电话推销员叫做Telemarketer 所以顺便多学一下这个字 OK Telemarket Tele是远的 Telephone远距离 Market就是行销 所以电话行销员 然后他说 他就被一个老的同事就建议着 你要用你白人的声音 说哈什么意思 这对我来说 据我知道的确是这样 所有的黑人 他们都会讲黑人的英文 跟白人的英文 那黑人就是那种很street的 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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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 OK 然后你说 讲那个东西同意 他觉得你说的很对 word 这样子 这是我从Dave Chappelle学到了 这样 那但是他们也会 用白人的方式讲话 所以他说 所以他被一个 older colleague说 use your white voice So the idea is that mimicking the accent will smooth interaction with customers 你用白人的声音 你跟你的顾客的interaction 就会变得很通顺 这就像你被警察拉到路边林检一样 like being pulled over by the police 所以多学一个字叫pull over 警察会把你pull over 就是把你拉到路边林检这样子 所以他的确他就用了white voice 然后他的业绩就拉高了这样子 而这个也会让人家觉得 好像怪怪的 对不对 希望你觉得怪怪的 我也会觉得怪怪的 说实在的 那下一段我把这段读完 大家就好了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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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段是一句话 所以你看很酷 这里句点结束 真的只有一个句点 我们把它组织动词好好的抓一下 Accents are 结束了 靠北 所以口音是什么什么的 所以他主持动词就在这里而已 所以口音是一个持续性的constant的一个hurdle hurdle这个字我们蛮常看到 就是我们讲说 你讲翻译成困难也可以 但总之我都是举例举成那一个 110公尺跨栏的那个跨栏的那个栏就是hurdle 好 所以accent是一个一直存在的hurdle 对谁来说 对百万的这些call center的worker来说 好 特别是在这些国家里 所以斗点后 especially in countries like the Philippines and India 菲律宾这个国家很有趣 你看China China Japan Japan Germany Germany England 除非它是什么国家 所以the United Kingdom 什么王国或什么的 就是有另外一个名称 美国也是the United States 有个the在前面 否则如果是单字一个字的地方 多半就是the什么 但是菲律宾就是一个蛮特别的 所以我们要叫它the Philippines 所以加一个the在前面 OK 可能是因为菲律宾是群岛 所以the Philippines包括了它的一大堆 这样子 好 Anyway India就是India 没有the 好 所以特别在这个国家中 where 所以在那里 斗点后where 强调一下在那些国家里 an entire accent neutralization industry 所以有一整个的什么东西 就是让你的口音给它调和中性调 所以neutralize这个字 其实很久以前我们叫翻译成和谐 和谐 这个老一点的人才知道 和谐 就讲着你今天在网路上骂一个什么事情 就被相关单位关切 然后你就不敢讲话了 我们就说你被neutralize掉了 你被和谐掉了 和谐掉了 所以这边有一整个的 axen neutralization industry 这个产业是把你的 acen处理掉的 试着来训练员工 听起来像西方人一样 tries 所以where后面主持动词 就是an entire industry 主持 tries动词 to train workers to sound more like the western customers that they're calling 让员工们训练到 听起来比较像那些 他们打电话给的 那些西方的顾客们 这样子 sound more like the western customers that they're calling 然后一个hyphen 通常是不成功的 often unsuccessfully 也就是训练他们这些员工去 说的像西方人一样是没成功的 所以简单一点用AI来调整就好了 这样 好所以 你觉得怎么样呢 我们可能真的没太多想法 不过也不能说没太多想法 我觉得我们或许有很多的想法 因为台湾人常常会 就是很无谓的去注重口音这件事情 我觉得口音一点都不是问题 but I do have to agree I do have to agree that if you speak with less accent or if you speak with a better accent better meaning I shouldn't even use the word better you know but let's just go with that if you speak with a better accent meaning you sound more like Americans or you sound more like British people it does earn you a little more respect when people talk to you 的确在跟人家沟通讲话的时候 会让你得到多那么一点点尊敬 这我也是可以能够体会到 你知道像以前我有时候 抛去香港的时候 只要开始讲英文 人家就对你直接尊重起来 可是如果我另外一个朋友 他讲的英文口音比较重的时候 人家一听就知道 你的英文没有很到底 然后那个脸就又垮下来了 所以或许 这个可能重点不在于口音 重点在于香港人势力 好but anyway 你觉得怎么样 或许我们下面可以讨论一下 好了我们这方面就不要说太多 因为总之该讲的讲完了 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